国民党南投县长参选人许淑华 日前被指控硕士论文涉嫌抄袭 冯甲大学历史两个月审查 确认许淑华的硕士论文属于原创 没有重大违反学术伦理 学位依然存在 而许淑华表示 已经针对论文引述不当的部分公开道歉 但内容都是自己写的 清白一直都在 不需要刻意捍卫 经过他们不断反复的开会 还有审视所有的资料 做出了共同的决议 结论是论文的原创性是属于我的 国民党南投县长参选人许淑华 出面发生自己的论文 通过大学审查硕士学位依然有效存在 因为前阵子论文被指控抄袭 冯甲大学历史两个月审查 确认论文属于原创 所以我认为在他们的判断之下 我认为我们应该要尊重委员的审定决议 针对论文不当引述的部分 许淑华说已经公开道歉过 清白一直都在不需要刻意捍卫 不需要政党力挺也谢谢支持者 但他怀疑是有心人 为了县长选举转移焦点 但现在硕士论文有了法律效力 证明原创也代表论文风波 到此结束 强调不打算提高耗费司法资源 许淑华希望选民将眼光放在南投的未来发展 包括自己提出的三大主轴 还有十大愿景 希望能让南投发展独有的幸福繁荣 记者综合报导 谢谢大家